做電話就不要動 失常疫苗接種即便是第五天了 台北市長柯文哲親自看 副市長也跑去視察 獨步全台的獸醫打疫苗 這難道也是要證明 北市拚接種很積極嗎 因為施打率又被質疑 北市的措施都沒有其他縣市好 因此目前這樣的施打率 我認為柯文哲應該要檢討 可是他在記者會上面 知字未提 搬出指揮中心數據 議員只75歲以上 北市接種率六都倒數第二 65到74歲的25.09% 都低於全國平均 北市反擊中央這數字 根本就沒包含不在籍施打 因為如果加進去 台北市已經累積接種40多萬人 比下區總人口數還要多 但全台疫苗到貨702萬 卻只打掉290萬劑 也是不真事實 醫師臉書P挑3-4的長者 不想打疫苗就不要擋路 尤其很多長輩擔心AZ副作用 不想打就給年輕人 不過接種率高不高 或許也跟這個原因有關係 他怎麼滾動式怎麼修正 所以我們還沒摸清楚 還沒摸手 方法又變了 連北市的里長 常常都搞不清如何預約 至於新北宜蘭花蓮 都是電話和網路雙軌並行 但南投是扣電話預約 打幾次沒通 恐怕只能放棄 疫苗拼接種 俨然野獸是地方的裝備競賽 TVBS的劉立成 綜合台北報導